滿滿驚喜島 夜貓組閉看 全台最強宵夜現身啦 竹筍肉片粥 鹹粥 最近就是不只是會暖 連心都一起暖起來 好不好 好好吃喔 好嗨喔 你那個聲音就知道了 好好玩喔 這好嗎 這個麵真的好好吃 一天賣幾瓶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怎麼辦呢 好可愛… 就是吃宵夜了對不對 而且在台灣其實美食之都 也是宵夜的天堂 對 而且很多人上班早酒晚午下班之後 就是要跟三五好友一起去吃宵夜 聯絡感情 因為現在有些時候 不然就加班了嘛 是 都很晚就吃個宵夜了 有一個正對宵夜習慣的調查說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沒有辦法拒絕宵夜的誘惑 我覺得這個數據是錯的 因為你是沒辦法拒絕酒跟美女的誘惑 對 不是 不要亂講 重點是 不是 我怎麼覺得這數據是錯的呢 因為在我旁邊這一位 你根本就是宵夜狂啊 他是個偶像歌手 然後三不五時每天都在那邊 我上一次 但我這個人其實也是看得出來吧 對 很明顯 很明顯看得出來我就是喜歡吃宵夜 而且我上一次吃宵夜就是跟他 然後就說 鹿啊 對 我很慶祝你吃宵夜 我慶祝你吃宵夜好不好 然後就去吃 吃完之後 那我想請你可是我沒帶錢 好好好 全世界都知道了 講五遍 好 OK 重點是 因為就真的工作一天之後 你就會覺得吃宵夜 就可以犒賞自己疲憊的身心 對 然後就得到這種滿足感 再回去睡覺 所以今天這一集我超級期待的 而且今天這一集呢 是不只是台北而已 是整個整個全台灣各地 我們新選出最厲害的宵夜在這邊 好 那我首先要問 你推薦哪一間你覺得最厲害的宵夜 不能說最厲害 只是如果你今天晚上 如果剛好想要吃虱目魚的話 你真的很不想得罪店家 你就講最厲害就好啊 不行不行 因為你每天的口味不一樣 你有什麼包袱可以 我包袱中了 不是 你每天口味不一樣 比如你今天晚上你想吃個 好 虱目魚 虱目魚的話我覺得可以去吃 西門町的阿彩 還是虱目魚 我覺得超好吃 虱目魚肚湯嗎 虱目魚肚湯 嫩 嫩 好 有機會帶你去吃一下 好 好 好 反正我覺得宵夜真的很多 不一樣的 比如火鍋 有一家火鍋 雖然長得很不起眼 然後店家也沒什麼裝潢 它叫做大麒麟 那就是在外面有個牌子寫 賣到天亮 那家其實 莫名的還蠻好吃的 不愧是宵夜達人納豆哥啊 隨便一講 都讓人覺得口水直流納 而今天 我們也特別找來了 為熱愛美食的藝人代表 來推薦他們 心目中最好吃的宵夜喔 謝謝 首先都先恭喜美秀姐啦 開心節目 恭喜恭喜 恭喜 三三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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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播出介紹一下 3月31號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四的晚上 6點到7點 可是美秀姐 因為妳是有這個雞肉包 還有一些媽媽的那種感覺 可是妳自己本身 真的會做菜嗎 喔 我厲害的 超會耶 感覺美秀姐就是很會做菜 而且 CAMBERSBPO很多菜在那邊 沒有 而且我都是家常菜 我喜歡在家裡面 我最喜歡的就是 冰箱有什麼煮什麼 對啊 沒有很厲害才辦得到耶 而且妳會組出一種創意來 你知道嗎 就是好像不對味的東西 它怎麼會是 配合在一起的耶 所以妍妍妳自己吃過美秀姐的菜 妳真的覺得 有 因為上一次美秀姐 叫我們去她們家吃飯的時候呢 就說 趕快過來我們家 我們來聊聊天 我想說那我就自己 吃完晚餐之後再過去嘛 吃飽了 就是大概七八分飽 一到美秀姐在廚房很忙耶 那天只有三個人 美秀姐在20分鐘之內 可以做出六菜一湯 哇 超厲害的 但因為家常菜很方便煮啊 所以我們節目其實就 教人家煮很簡單的菜 在十分鐘之內可以完成的菜 真的嗎 對 真的很簡單 我不騙妳 真的很簡單 天啊 我好想看喔 對 妳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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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樣今天 還有妳的歌啊 對 妳 妳現在沒完 現在沒完喔 對啊 那個歌有多紅啊 現在沒完 誰人心頭 什麼一人 好可愛喔 超可愛的 老師真的是很愛這首歌 我跟你講這首歌啊 你只要一進去廚房 他說 唉唷 你現在怎麼會沒完啦 我知道 美秀姐 妳實在是太有趣了 今天這集有妳的參與 絕對是笑料百出喔 而現在話不多說 第一位 就請我們美秀姐來介紹吧 美秀姐帶來東西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個是那個 竹筍肉片粥 鹹粥 對 鹹粥 好好吃的感覺 在哪裡的店 康陵路 內湖 對 康陵路跟成功路口 對 妳知道嗎 吃這一家 我真的是吃到台灣的人情味 怎麼說 因為呢 我去這家的時候 是我看到很多人在點東西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回到家嘛 然後想說 來 吃個粥好了 吃粥是最沒有那個 比較負擔比較不重 沒有壓力啊 對不對 對 妳看是小小一碗 OK的啦 結果咧 妳知道嗎 到那邊看到滷味我就想點 看到豬腳我也點 看到長滷我什麼都點 而且我吃到 為什麼吃到人情味 我看到兩個年輕人在煮 它那個粥是現煮的喔 它不是那種大鍋粥耶 它是現煮一碗一碗 妳覺得感覺這種粥 通常都會是一大鍋煮好的 然後 對 沒有 它是現煮的 然後我就看到兩個年輕人 然後爸爸在前面配料 然後我就很無意地問他們說 那你們是有上課嗎 他就說沒有 在幫爸爸 他們兩位都是大專生 哇 我都覺得說現在的年輕人 好棒 怎麼找得到 不可能嗎 所以我真的是吃到人情味 吃到一種感情 所以我再嘗嘗去吃 你現在要試嗎 我們可以 其實差不多可以吃 可以不要流口水嗎 其實我口水一直流口 我都不敢講話 因為你講話可能就是被自己同學淹沒 美秀姐這個為什麼 你為什麼對於賢州特別有一種感覺 我不知道 可能是因為小時候吧 就是只要是生病啊或什麼的 然後你就會想要 媽媽就會煮一點這個 對 然後加一點點那個鹽巴 你就覺得有一種媽媽的味道 我真的聞到我媽媽在裡面耶 你媽媽真的在裡面 像誰啊 你媽媽在裡面耶 媽媽的味道 因為媽媽想說是會煮這種竹筍 然後再加上一點肉片的這種鹹粥 而且台灣人嘛 就一定喜歡吃那種鹹粥 家裡面有肉啊或是什麼的 大概開到幾點你知道嗎這個店 這個應該到2點多吧 我有一次大概1點多去買 大概開到2點多 它醬油有那個蒜蓉 是不是 好香喔 那吃就有台灣人的味道就很愛 吃進去就是不只是會暖 連心都一起暖起來 對 而且好 很香 而且它最主要是因為它那個肉啊 跟什麼都是紅蒼桃去炒的 喔 有沒有 就它的那個豬腳 美秀姐講的滴咖 它的豬腳 你還有外送 腸子特別要去 處理得很乾淨 然後店面小小的 它就是大概只有兩三桌而已 然後呢 就是乾乾淨淨的 你知道你就吃了就覺得 好想再來一碗 好好吃喔 不然腸子會有一種氣味 它沒有氣味耶 它洗得非常乾淨 對 那豬腳呢 豬腳很Q 它不油 它很Q 它肥肉這麼多 你說它不油 這麼多 你吃就對了 我們好餓 對啊 我們要看你們吃就好啦 美秀姐說一下 我們要那麼多碗就是 叫大家來看 答對的人可以跟我們一起享用 現在這個熱騰騰的美食喔 好 請問周最早的記載是某名醫 用來治癒君王的配方 請問是哪一位名醫 A 李時針 B 余 我想 純余衣 純余衣是誰啊 沒有聽過 完全都沒有聽過耶 數到3 1 2 3 請舉牌 真的耶 李時針應該補 A B A B 非常好 兩個人吃得到 兩個人吃不到 答案就是我們的 B B 因為這個死記 這個裡面有說 這個西漢名醫純余衣用 火其周至其王的病 因為這個周呢 可以撫平五臟六腑的氣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個食物 好不好 恭喜各位 來 請出列 媽 你怎麼也在裡面 你們不要嚇人好不好 我媽媽也在裡面耶 好好吃喔 好夠味喔 有沒有 對 她的周好夠味 很香 我媽也在周裡面 阿東吃吃看 你們好沉默喔 我覺得她的周好下飯喔 對 她的周 周很下飯 我還對 周很下飯 為什麼周要下飯啊 沒有 她吃了之後 妳就會覺得她還可以再吃更多東西 我覺得吃了這種東西 妳就有種感覺就是說 其實很多食物 她就是用簡單的方法 然後就是簡單 不要搞個花俏 不用 家常味就是這樣子 在家裡頭吃一吃 然後越吃就越香越飽 她用那個筍子天然的甜味 就把這湯弄得好好 它有香菇的香氣 其實就很像在家裡面媽媽煮的感覺 超像 超像 就是有什麼料都放在妳頭 有香菇啊 有肉啊 有什麼蔬菜都放在裡面 對 而且她那邊不是只有這個而已 她還有魚片啊 還有什麼粥 美月姐這這麼好吃 妳可以用中破菜的方式 來幫我們評論一下嗎 豬腳跟海賊王沒有關係嗎 絕對有關係 絕對有關係 她的關係是什麼 我跟你講喔 她真的是海賊王裡面的那個 魯夫啊 魯夫 魯夫她的朋友 小叮噹魯的啦 哇 魯夫很厲害 我跟妳講 豬腳也是啊 魯夫的朋友 Hello Kitty啊 Hello Kitty 她媽媽燉的耶 真的 對啊 很厲害耶 對啊 這跟魯夫都有關係 但Hello Kitty燉完以後她怎麼吃 她沒嘴巴 不要這麼說 這些東西都是 北海小英雄那邊帶來的 緊張 緊張 妳看 剛才妳就知道 妳到那邊 妳真的都會想要唱北海小英雄 我跟大家講喔 這個這一攤 至少大家知道位置喔 接下來這一攤很厲害 接下來這一攤呢 有 幽靈攤位的稱號 因為它不在固定的地方出現 你想吃還不一定吃得到 妍妍幫我們介紹一下 妍妍一攤車信全 究竟有多特別呢 睜大眼睛來看看吧 妍妍是我她推薦的一定是煎餃 沒錯 為什麼會推薦煎餃 我跟你講 大家都覺得煎餃呢 非常的一般普通 而且有時候太鹹 或者是韭菜什麼味道之類的 這個煎餃吃得到起承轉合 好可怕 吃得到一齣戲啊 真的是一齣戲 很整的 還有一首歌也在裡面 對 它真的是起承轉合 到你入口的時候它的脆 到它裡面那個汁會噴出來 到它的蟹 它的蟹呢 有一個很厲害的清香 像我最愛的是蒜頭的味道 它有蒜頭的 我也是 我超愛蒜頭香 有有有 它蒜頭的整個很厲害 可是呢 它不在台北喔 對 因為剛剛說它幽靈吧 所以它是哪裡出現 它不在台北 它在高雄的一個鬼地方 有什麼意思嗎 不是 因為它 它那時候擺攤的地方呢 是一個非常 前部大村後部鑿店的 停車場 而且聽說後面好像還是有一些 就是那個夜總會的那種感覺 我會覺得這到底是什麼鬼地方 然後他就會突然看到有一盞燈在前面 他就是在那邊做尖角 好酷喔 我就走過去吃的 所以你原本是要經給誰吃啊 Rian 所以我對後面的中烈池還滿感興趣的 你說是不是鬼地方 可是你這樣賺得到 對啊 這問題是 什麼問題啊 不是啊 我們也有猜過啦 可是很幸運的早上醒來 真的都是指導 都是錢買 生意還能夠很好嗎 是不是 真的 生意很好耶 多好 曾經有好兄弟先來光顧我 你不要一直講這樣 你不要用這種導向好不好 但是表示說 口碑有傳開來 口碑有傳開來 不然他不敢這樣嘛 對不對 因為晚上的時候真的很多人會過去吃 而且他很厲害的地方是 我本身其實吃到味精會中毒 就是會暈的那種 那是都是很簡單的那種材料去調味的 所以我吃的時候都完全不會有暈 或者是吐的感覺 那他的餡到底是有些什麼餡 超厲害 他有一大堆有的沒有的餡 有的時候他會出題目給大家 就是讓他猜說現在做的這個尖角 他就打一個問號 然後讓大家吃說這個是什麼口味 我知道人類的指甲 不是啦 不是啦 大概都是有什麼餡 你舉例你知道 我覺得最莫名其妙的是 巧克力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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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好吃甜點了吧 其實滿酷的 鹹甜鹹甜在一起 然後它的那個油的味道不會太重 所以巧克力還是香的 你本身是家裡面就做餃子嗎 你怎麼會做餃子 是去日本那邊學的 專程去日本學 對 它的鍋子都是訂做的耶 對 你看它是房的那種 對啊 都是訂做的 做的蓋子 比較蓋不住的這種鍋子 因為本身很實在 所以就是說 我就是偶爾都會到日本做觀光的動作 關西 明谷屋 關東那個地方的 去吃餃子 反正就本來就吃餃子 那去吃過之後我發現 仿木餡裡面 宇度公司裡面的餃子 它很適合台灣人的口味 台灣口味的餃子 所以其實早在十年前 我就想要把這個味道帶回來 那為什麼想了這麼久 你到底開多久了 到目前為止大概兩年左右 老闆你今天做的這兩個 是什麼口味的 現在目前這邊呈現的這一盤是辣的 這個是辣的 基辛 對基辛 然後那個是即食 肌肉期 肌肉期 那你現肩的是 現肩的是什麼 現肩的口味呢 現肩的口味這個 目前這個是蒜蝦 蒜蝦 然後這一個是我們裡面的問號 問號 好酷喔 大家都在等那個蒜蝦 那我直接吃辣這個好了 其實我們那邊有很多同學 都會玩一個遊戲 什麼遊戲 輸的遊戲 怎麼樣 日文叫做Buds Game 那就是說輸的人的話 他們會偷偷去點一盤辣的 所以辣的已經辣到變懲罰了 我們不能這樣吃 有這麼辣 可是我吃辣 辣的人其實是可以接受那個辣度 因為我超愛吃辣 通常我們會再推一盤就是那一盤 這個辣 那個辣有 辣封了嗎 那我直接 直接之後 就會封了 辣嗎 真的辣 辣嗎 好好吃喔 要瘋了 要瘋了 你再蘸一下辣醬 那你蘸那個嗎 老闆說蘸的會瘋喔 會瘋喔 蘸一點好了 好期待喔 什麼 好辣 什麼辣法 就很香 非常香 非常好喝 你這個真的蠻辣的耶 因為我不太敢吃 好辣 好好淡定喔 真的好吃 好香喔 而且它是加真正的那個辣椒絲 所以它的那個辣是辣味的香 而不是 有一些辣它只是 讓你口感很不舒服 痛痛 可是沒有香氣 這個香氣足 演員要幫我們出題目嗎 好的 餃子的形狀酷似元寶 所以我們常會在過年過節的時候吃它 請問餃子最初的用途是什麼 A醫療 B戰備糧食 超難 應該蠻簡單的 為什麼要醫療咧 蠻簡單的 請舉牌喔 1 2 3 請舉 B A B B 是嗎 各位 東漢末年的時候呢 東漢的名醫張仲錦告老還鄉之後 在家庭看見百姓飢寒受惡 耳朵動爛 就吩咐弟子能用餡皮包入羊肉 驅寒藥草做成 驅寒椒耳湯 據說吃的時候身體會發熱 兩耳變短 所以是醫療答案是 A A 為什麼 不是糧食嗎 我跟你們說 製作單位會出這樣的題目 當然答案一定是A 自己不要動啊 心機太重了啦 而且餃子這種東西 有肉包在裡面 真的嗎 太過了 這要怎麼吃啊 好可惜喔 我知道 12喔 小小的應該要 12吃 12吃 你這個一份賣多少錢 可以問一下嗎 其實我們就是價位是從50塊到70塊 很便宜 很便宜 沒關係啦 還好我再減肥 它的蒜在裡面非常新鮮 蒜在裡面都很好吃的 很新鮮 老闆 我想吃辣的餐餐 你太棒了 這蒜真的好重點 好好吃喔 你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發明這麼多餡啊 我沒有吃過餃子裡面有包蒜頭的 沒有變好甜 吃不到不相信 有兩種口感 不相信 那就不要信沒關係 不好意思 我們沒辦法讓你相信 這是蒜的 辣的是這個 你看這樣子大的蒜頭 那有多甜 而且蒜香吃起來 有一種像是去吃燒烤的感覺 甜的口感還在 蒜的那個嗆味也還在 好好吃 他沒有蒜的苦味 他加了好多辣 好吃對不對 真的好吃 他剛剛脹了 有脹 他剛剛辣有脂嗎 他剛剛辣有脂嗎 好 各位要吃問號了 好想吃問號 究竟Brian幫我們準備什麼呢 是懲罰還是好吃 好吃 好吃嗎 該不會裡面整個都芥末吧 不一樣的口感 可以 可以說是甜來鹹的嗎 紅豆 還是都不行 可以提示嗎 好 獅會拔出來 獅什麼東西 美秀姐 我們敬重您是一個 美食節目主持人 是嗎 您吃一顆好不好 好幸運喔 我也是美食節目主持人 對啊 對啊 那你這樣不公平 美秀姐吃美食節目主持人 你幾歲我幾歲 我知道 你們吃一口看 如果她說找年輕人的話 那我就給她吃一口 沒有 你們三個吃一口看能不能聽出 就是正確簡單好不好 對 幫我們分 很燙喔 那我要吃一口 什麼是 就起司啊 那是起司 對 美秀姐 你吃什麼 有起司 有起司 對不對 然後裡面是 我覺得是不是有壁脊 快快快吃 有壁脊 壁脊 然後 有肉 起司 起司 馬鈴薯 馬鈴薯 壁脊 肉 答對了嗎 還有嗎 所以它名稱到底叫什麼 馬鈴薯 我還沒有取出來 所以總共有四樣東西 馬鈴薯 壁脊 肉 跟 起司 好好吃喔 其實你們吃得到的甜度 是來自於洋蔥 還有洋蔥 是洋蔥 但洋蔥沒有那麼的洋蔥 那麼腥 沒有那麼洋 沒有那麼洋 因為它煮熟的洋蔥就是變得很甜 好好吃喔 老闆妳來台北開店啦 妳來台北開啦 這個洋蔥好好吃喔 因為妳的口味全部都非常的特殊 我跟你講 台北也有夜總會啊 真的 台北也有停車場啊 因為妳的線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但是妳會不會每天變得說有限量 其實問號的東西是限量的 因為其實它每一次 每一次的造價 其實都已經超過它售價了 真的 妳能夠點到問號 反正妳夠早來 然後妳夠聰明會點問號 因為它可能裡面包的是龍蝦肉啊 包的是什麼 我們上次出的一個口味叫明太子大蝦 也太過分了吧 超過那個 那妳賣多少三百 重本蝦重本的 一樣是60塊 一樣是60 太夠了 那妳早來的人 妳知道妳在哪裡啊 妳剛剛有想清楚嗎 真的就是在一個鬼地方 在一個停車場 後面有中列池的停車場 妳直接告訴我們位置好不好 其實鬼地方它已經搬家了 你在搬到哪裡 我們現在移到那個岩層區那邊 大 不要那麼大 小一點小一點哪裡 高雄的岩層區 靠近愛河 靠近愛河 幾點會出現 我們現在其實已經變日行性動物了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搬家 白天也會出來 不會怕太陽的 不會怕 就是早上醒來會餵光而已 所以我如果上網搜尋可以找得到嗎 你們叫什麼 宇都宮 因為只要打幽靈尖角就可以 幽靈尖角 幽靈尖角 他們就是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謝謝老闆 接下來我們要吃到這個什麼東西 牛肉麵 牛肉麵當宵夜的話 台灣牛肉麵這麼多 又好吃 阿諾 要給妳介紹 美味牛肉麵即將登場 錯過再等一百年 阿諾 牛肉麵有太多家了 妳要好好介紹一下 妳介紹這個很危險喔 因為我們都吃過好吃的牛肉麵 我知道牛肉麵真的太有名 那這家牛肉麵是第一個 它第一粒性離我家非常的近 這什麼介紹 對啊 這什麼介紹 妳住哪 我拿到了 重點是 它在哪裡 它在童話街 那邊 但是重點是 你有吃過牛肉麵裡頭 加丸子嗎 牛肉丸子的 很少對不對 的確滿少的 對 它就是 搭嗎 超搭 而且它的那個牛肉丸子超好吃 是殺尿牛丸那種 彈牙的那種嗎 是 所以它也有牛肉 對 它就是牛肉糖 而且它的那個牛肉 就是你有牛腱肉以外 它還有附那個丸子 是他們老闆自己手工做的 而且它是用那個 比如說台灣黃牛 所以它的甜度是很高的 吃起來是有一個異常的甜 會讓你一 就是吃下去 人家剛剛說是起承轉合 對 我們就是有前中後味 的丸子 前味是什麼 前味就是 有點淡淡的過 沒有 一個很香的牛肉味 之後中味呢 是帶一點口感 有點脆 一點彈 然後最後會還有一個很嫩 好像在吃牛排的那種嫩度會出來 吃到脆會有嫩跑出來 你知道你吃牛肉丸子 通常我們都是吃脆跟那個 彈對不對 對 它有一個嫩度會讓我這樣 驚嚇的 我們這邊有一個桌子 如果它真的像山蠣牛排 要那麼彈的話 我們彈到桌面 它應該就會彈起來 對 真的假的 打到那個燈好不好 對 對 它輕輕彈 好嗨喔 聽那個聲音就知道了 好好玩喔 真的是那種打乒乓球 短一短一那個聲音嗎 你看這樣 等一下 好恐怖 在這 在我手 去拿 到底彈不彈 好厲害 你吃吃看 你吃吃看 老闆熟了吧 是不是 一個香氣 真的 很嗨 怎麼了 這口感 有沒有前中後味 這口感有點像魚丸 可是吃吃到那邊 都是牛肉的味道 然後到最後你說那個 嫩度是不是就出來了 那個它裡面是肉汁也很多 喔 現場可以幫我們做牛肉丸嗎 就交給你們家兒子 直接示範給我們看 看他怎麼做這個牛肉丸 因為你知道我剛在後面 偷偷看他煮那個丸子的時候 他的溫度是用沒有滾的 我們平常說 都會把那個水滾了之後 把丸子丟下去嗎 對 他就是這樣子溫溫的 溫溫的煮溫溫的煮 這個 這是功夫耶 他每顆都一樣大 你一樣大小 對啊 所以 一般去外面吃火鍋店 都是你要負責的工作 對啊 他同學就說 你怎麼會 好厲害喔 他前陣子去當 他這樣一擠 然後就 對 他前陣子去當兵 然後那一陣子 那個電腦沒有完全沒有開 蛤 因為 那個爸爸不想把這個功夫 和那個秘密 傳給別人 對 然後所以 聽說就是你們的製作人 超愛吃啊 然後去都痛不到他 那老闆為什麼那陣子 你不自己做丸子呢 對啊 一個人沒有辦法做這些功夫 所以那陣子你就要一對手 對 那陣子就是專心的玩 對 好 那我們 我們現在可以來試吃一點這個牛 我們先試吃一點這個 你可以先吃它的小菜 它小菜也很厲害 再陣子試試看它的小菜 小菜 因為它的牛啊 真的都沒有那個腥味 有些牛如果說 就不新鮮 或怎麼樣 這個是什麼啊 那是牛腸 怎麼這麼白轉千回啊 哇 是你塞它的嗎 它就是 我們牛腸是很薄的 對 用大概 但它也太具象了吧 大概十幾條牛腸塞成一捆 嗯 這是滷的也不死鮮 而且很香 美秀姐一直有拿著筷子在準備啦 看你們什麼時候要Cue她 我剛剛忘了拿 我有筷子 快要出去 阿諾幫我們出 請問 傳說中的殺尿牛丸 最早的發明者是誰 不是姬姬喔 史蒂芬粥是誰啦 A 來自香港的史蒂芬粥 B 來自江南的王室甲住 完了 1 2 3 請舉 全部A嗎 我可以問為什麼嗎 為什麼小安妳剛剛 感覺很有自信的 周星馳的電影啊 集結對不對 有可能是從電影裡面 她是一個搞笑電影耶 等一下 娜豆的表情不對了各位 可以換嗎 我只給你們換一次的機會 1 2 3 請舉 好 演言堅持要A 沒關係 我這個可以先不要吃 妳就我在拐你們 好 3 2 牛丸 是在清朝順治年間的 江南古鎮松江 王室家族經過特殊工藝跟配方 精心研製而成的 史蒂芬粥那是食 那個是電影啦 對啊 演言才會吃 他在諦言啦 對啊 有演言才會吃 來 試試看 是不是 我的天啊 這個冷卵 好脆喔 真的假的 是不是很特別的口感 有點魚丸可是就是牛味 而且你在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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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脆 然後有個嫩度在裡面 是不是牛排 我非常喜歡吃這個 好好吃 非常喜歡吃這個牛肉丸 我到深圳去工作 因為深圳有非常多這種 牛肉火鍋 牛丸火鍋店 我每一家都會去嘗試 真的喔 所以我一吃就知道有沒有 好好吃喔 你有吃過這種嗎 因為它的牛腱肉好嫩喔 其實湯真的很香耶 因為它有個中藥味 然後我那時候就問老闆 他就說那是他的秘方 不肯跟我說 湯真的有中藥味 好香喔 好清淡 老闆我想要问为什么 就是别人的牛肉面 面是面 然后汤是汤 可是你的面那么入味 它连面心里面都有牛肉的香味 它丸子 好厉害 你吃饭饭 你真的好厉害 那是煮面的问题 这个真的好像在吃牛排 而且妍妍真的一个人好可怜 你难道不准备让她喝一口汤吗 快一点 你们赶快录下一段好不好 喝一口 喝一口她的汤 好 汤 汤 汤 帮你喝一口 我跟你讲 这牛肉真的好厉害 对 这牛肉真的好厉害 它好厉害 真的啊 刚刚后之前我其实已经吃了一碗了 很好喝 正点 正点 到底在通话去哪里 通话 你不是什么时候出来吗 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我们都是晚上12点到早上的5点半 12点才出来 12点到早上5点半 那你这么晚啊 要吃宵夜啊 对啊 接下来要吃凉面 凉面谁要帮我们介绍 我 晓晓也欢迎你 凉面也能当宵夜 就认我们 来看看有多厉害吧 小晓宇 宵夜不是应该吃一个可以暖暖的东西 你为什么会推荐凉面呢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啊 是会让人回光返照的凉面 这样好吗 你吃完就 你们讲这些死都很夸张 吓死了 真的 就是如果啊 有些人加班很累 然后或者是像SHE那么忙 你工作很劳累的时候 对 全亚洲天团你累得要死 可是如果你吃到这次七爽 他都累得要想在骂你啊 你累到你 我因为我拍戏 我难道会被夸害啊 你怎么好像有点 我自己通宵也是 是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吃一些热的东西 我会更昏昏欲睡 然后我就找到了这一间 沈家凉面 在细致的 它非常厉害 因为一刚开始我们拍戏的是一个造型师 然后他说他要去买之后 大家就蜂拥而至说 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 然后我就觉得好夸张喔 大家有那么爱吃吗 就是凉面不是Seven全家又有了 为什么要这样 所以那时候我就没有跟他们一起订 然后他们订了之后 所有的演员家工作人员 大概订了快一百个 就是只是单纯吃个点心而已 然后后来他们买回来之后 我吃了一口才知道 天哪 他的那个面啊 面的质 不是像我们真的便利商店 是因为比较放坑 放比较久 所以有那种冷冻的感觉 然后这一家的面 我后来有问一下 他们是用手工的 所以他的那个面是Q的 面体就有研究了 对 老板娘要帮我们 然后他的这个 这个酱啊 是非常符合大众口味的 他就是芝麻 但是呢 他那个芝麻磨的浓度 是市售的更多倍 就是更细 对 所以他的芝麻是更浓的 因为凉面你要吃的话 一定要把酱 蘸到那个面 吃起来才会香 如果说你没有酱 蘸不到那个面的话 就没有那个味道了嘛 对 好 所以我们试试只蘸这个酱 对 是有发金比例吗 还是怎么样 有有有 那老夫咱们 你帮我们弄两坨 哥哥吃吃看好不好 好 这个酱料 你吃起来是很干口的 那种感觉 然后他的醋 不是用市售那种公盐醋 他是用那种 他不告诉我的醋 我也听不太懂 神秘醋 神秘醋 是老板的独门醋 蛤 所以我觉得很厉害 所以他的香气才会这么特别 还是老板你要透露的 所以你的醋是什么 他说不是公盐醋 不是一般的醋就对 对 而且很适合外食煮 他平常就是一盒一盒的 那神秘醋可以加辣 那我不要辣的 辣自己加 好 讲到这个辣酱 我一直在问老板 那个辣酱到底怎么说 还是不讲 你怎么这么爱问老板的问题 一定要问 因为他说特的是辣油 然后喜欢吃很辣的人 可以加这个超辣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这个芥末 也是都自己用的 跟那个吃鱼的不一样 而且你这个小黄瓜 弄得蛮多的 因为有小黄瓜才会 口感 更夸张的是我就问他说 老板现在原物料 长得就是这么高 你为什么还不长 你把它拌均匀 会比较好吃 老板说我坚持卖35元 就是一大盒 这么便宜 这么便宜 好便宜 我就说这样好吗 然后我就一直说 你长40了 没有啦 因为实际也不是很好 让大家可以吃得棒 人太好了 老板娘真的有良心 对啊 谢谢你 好好吃喔 好好吃 它真的麻酱的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芝麻香 可是因为它有一点点甜度 甜跟鲜亮 对 甜咸这样子可以喝起来 好涮水 在中间的味道 对 然后这个辣也真的 有够辣 这个你会喜欢吗 而且这个面很辣 我真的知道 它的面真的很香 它的面本身做的那个 质感做得很好 而且我在吃的时候 我就觉得 为什么跟我们台湾 一般的那种油面的味道不一样 老板说不对 的确是不一样 这是一种叫桥面的东西 我说什么是桥面 怎么加入桥面就是这个 他说我们这个不是油面 看起来好像油面喔 对 可是你们吃起来就有嚼劲 又有Q度 所以它跟台湾一般的面 它吃起来味道不一样 加了一些桥麦进去的人 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就类似那个桥麦的 他说类似 可是他说不太一样 因为比例有加进去 如果说你用油面来讲的话 就不好吃 没有这个劲道 对 Q度都不好 好好吃 对 然后因为大家通常吃两面 还是会配个汤 然后他们家的汤 是那种味噌汤 可是又有分综合汤 所以它的味噌汤里面 又加了豆腐跟贡丸 所以就是通常吃两面 一定就是要配 应该还在打一颗蛋 变成三合一吧 对对对 综合汤 我要我要 太好吃了 好啦 黄瓜又名胡瓜 是两面中常见出现的配菜 请问黄瓜不是黄色的 为什么要叫黄瓜呢 A 皇帝禁止人民讲 胡这个字 胡瓜的花朵是黄色的 好 各位 数到3 1 2 3 请举 秀姐姐答案是 请举 不知道 随便举了 真的真的蛮难的 欸 蛤 蛤 A 好 正确解答是 A A 为什么呢 那皇帝怎么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讲胡 本身是陆塞的这个杰族人 他东西当皇帝之后 就是百姓称呼 这个叫杰族人叫胡人 他觉得非常的生气 所以他以后呢 只要写字都不准出现胡这个字 所以胡瓜 就叫做黄瓜 哇 好 我运气好好哦 我也想试试看 这个面真的好好吃哦 因为我跟你讲 像一般我们去一些凉面店 你说那个面条你不会想要拿起来 直接这样一根吃进去 就好像哪里怪怪的 可是它这个 你既然直接拿一根起来 就觉得还蛮香的 很香 现在又春天了 天气热热热 所以所有的酱的那个 都是在这个 这一碗里面都已经调好了 有甜 糖 水 然后跟醋 大众的啊 大众的口味 如果说客人想吃醋多一点 就另外再加 都可以再加 而且通常如果 一餐吃一个便当 你可能五六百卡 这个不到两百卡 哦 肉量 一吃一口 所以在减重的话 控制热量 这是比较轻爽的 阿诺 你吃吃看 你吃看他们几个里面 我也可以出来吃的 觉得 你头发分叉了 我攻击他要留 嘴巴属一粒 其实没有答对 坐在这边看人家吃 也是一种享受 因为你知道 那个口水就一直在那边 你不要 可是你们离美食这么近 这么近的距离 你们却吃不到 因为我在想说 纳豆怎么好意思 你一直在那边一直吃 阿诺怎么样 讲一下 我觉得他的那个酱 因为他平常 我们时候吃的那个 凉面可能 芝麻味会太重 或怎么样 某个味道会比较强细 但他不是 他是那个 芝麻的香气 他也说的那个甜味 他全部都是很卑人 他属于非常清爽的凉面 不会说什么 哪一个味道比较重 但每个味道都 就是 做好自己的工作 做得非常的好 莉亚你要喝这汤 这个汤怎么会这么多 好棒 那汤怎么会这么甜 他是用汤底是 是味噌 我当底是用那个 我们 那个 杀西米的那个 奇鱼骨 下去熬的 杀西米接剩的那个 奇鱼骨 下去熬的 用鱼骨头熬的 怎么这么甜 一定要熬两小时 你吃起来那个味噌 才不会色色的 所以不是直接味噌 加热水不都是 这样不好吃 就没有鲜味 少了一个鲜味 而且他们那个贡丸 就是吃新竹的贡丸 新竹贡丸 最好吃的 细致靠去拿新竹的贡丸 好 我们今天正要介绍的呢 是卤肉饭 这家卤肉饭在台中 而且是24小时营业 我们欢迎小安帮我们介绍 来 台中知名卤肉饭 现在就请韩君探 来帮我们推荐吧 我推荐给你的介绍 我会非常有信心 因为是来自美食之都台南 是 而且卤肉饭 对我们台南来讲 基本上就是 像阳光 空气跟水一样 我们没有它 对 就是不管你 这么简单的存在 对 因为台南有很多的小吃摊 那不管你是卖什么样 类型的小吃 基本上 这个摊子 如果是好吃的小吃摊 它都会有卤肉饭在里面 至少一口好的卤肉在那边 加在菜上面 加在饭上面 非常重要 那这一摊你说台中来的 是 怎么会发现它 基本上呢 这一摊呢 是我要跟大家推荐的原因 就是说 你知道吃卤肉饭 还可以赚大钱 为什么 因为它的名字就叫 台神爷 我刚才就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 真的 他会把福报给我吗 太好了 不是啦 基本上就是 因为我常常下去台中 我台中有很多好朋友 然后我就会很常去台中 就是找朋友玩 那我就会问他们说 因为一定要吃宵夜嘛 我就会说 那你宵夜要带我去吃什么好吃的 那因为我上来台北 其实也蛮久的 那就也没有吃到 比较特别好吃的卤肉饭 所以我到台中我都会说 带我去吃卤肉饭 然后他们就会说 他们知道有一家 吃卤肉饭还可以赚大钱 我就说我一定要去吃 哇 结果一去吃了 除了赚大钱之外 发现它的卤肉饭还真好吃 而且我小时候在南部的那个记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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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回来 老婆要帮你这样 我要帮你去 我要帮你去 小时候记忆有回来 是 所以可见口味也是非常的南部 算是中南部口味 所以 邀老板 小儿是你你几个儿子 这真的是你生 那你这个口味是哪里 我老婆 以前就去 我们日本时代 日本时代 日治时代 还在下来村 那我们浪压 浪压的时候 比较多吃 那就算说 我们都有一些 我们这些 我们的腿肉 在我肥肥 肥肉 但是吃下去 吃下去 其实应该这样说 就是我觉得 你都这样说 你这个都吃这个出来 他是年纪的 他说口感不会肥 最厉害的是 其实我觉得滷肉饭成功的关键 在于你一定要吃起来 看起来是油腻的 可是吃起来不油不腻不咸 而且还有一点甘甜 那因为我知道 有很多人不喜欢吃 那个肥肉的部分 这几乎是肥肉啊 可是我告诉你 最厉害的就是 你肥肉吃进去 马上化开 不会让你感受到那个 他是肥肉 油的 恶心的感觉 好酷喔 你生理说很好 普通啦 一天 他谦虚 那有叉叉叉整个人 差不多一天 要几晚 差不多 最多 差不多要给2000元 这个都还好 而且你知道老板说 生意不好对不对 他说他以前刚开店的时候 他其实是 为什么叫财神爷 因为他在财神爷庙的附近 就旁边白摊 然后因为生意太好 影响到路边 路面的交通 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在那边摆 所以他现在才搬到现在的地方 但不过 今天你就吃这个饭而已 才不觉得 担饭 是担饭 有东西 有东西 有 而且他们的小菜 在台中人的这个 口耳相传里面叫做 满汉全席 为什么 小菜可以弄成满汉全席 因为他的小菜的种类多到 就是眼花缭乱 如果小财神去台中 准备一下 好 这个我们先做一个饭 看看 麻烦你 麻烦你 大财神先做什么饭 好吃的滷肉饭 在台上加一个软 而且这个蛋是要 这个蛋 半身熟的 你那个蛋黄可以直接切开流出来 我跟你讲 最厉害的其实就是 因为我最爱的小菜 其实是荷包蛋 它就煎了以后 你把那个蛋蛋黄切开 然后它融在那个三合一 我的天啊 带琳娜 先让你吃原味看看 笑了 想到小时候吗 这是什么意思 好吃 非常好吃 而且真的是像你说的 它的油 就是 在里面就是变得很滋润 不是那种油 是化开那种 真的会化开的 真的假的 而且有Q度 然后咸度 刚刚好 太好吃了 刚刚提到说它有很多的小菜 我们先看有哪些小菜好不好 来我们欢迎小老板助长 来 欢迎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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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是料理吧 好我们等一下 等一下 对的人就可以都照来使用 所以店里面总共有几种小菜 差不多 有20种 20种 20种 哇塞 哇塞 这个 这个当宵夜真的太幸福 太好了 好 那我们麻烦一下小老板帮我们 小柴神帮我们 我刚刚讲的 一定要尝试的煎蛋 对 我刚刚想到那个蛋如果铺在上面 那小柴神帮我们煎蛋的同时 我们大家来用心的答题啦 小柴神帮我们出好了 我的天 请问一下 卤肉饭的由来是因为下列合者 A 用卤肉块石旁边钓的零碎肉来拌饭 B 早期买不起猪肉 主妇跟肉饭索取零碎肉块制成 1 2 3 请取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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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答案就是B 恭喜 恭喜 你掌心那时候不得 那个逻辑是知道的 对 逻辑是对的 所以你要煎很多颗蛋喔 麻烦你 来来来来 请出列表 麻烦你啊 好 各位 开饭了好不好 既然大家都在 耶 肉肉饭在各位面前都有 蛋 蛋 快点 煎好了蛋 有煎好的蛋 我来分发给大家 我这直接铺上来就好 好嗨喔 哇 哇 鲁肉 哦 吃一口 这家大家如果不知道在哪里的话 其实就在星光三月板或附近 那个会来路 就是在七期那边 大家想吃的话可以去吃 因为真的很好吃所以才推荐给大家 好幸福喔 我跟你讲 那个蛋加上那个卤肉 必须有一种会饭的感觉 可是怎么会这么的香甜 跟那个肉质 我真的很想去吃它的猪肝 来来来 对对 还有给你介绍一个 滴蜜喔 滴蜜 你看 加我们那个辣椒 这个辣椒 这个辣椒 胡椒粉下去 辣椒 这个 对 它的那个乳肉真的是不会太油 好厉害喔 看起来你以为很油 但是嘴巴变得有点像冻撞般的化开 对 而且很多乳肉饭摇起来 会不小心摇到碎骨 它完全不会 它就是很嫩的那种肉 对乳肉饭超幸福的 我会想要一直扒饭 一直扒饭一直吃 真的幸运自己是台湾人的 吃卤肉饭太幸福了 而且它真的很标准的中南部口味 太好吃了 就是甜甜的卤肉饭 美秀姐 你有吃到这卤肉饭喜欢吗 太好吃了 真的好吃 其实啊 我吃东西其实很奇怪 我不喜欢那个饭沾到这样 我最喜欢白饭 是喔 对 我不太能接受那个 就是固固的那种 对对对 可是刚刚吃真的耶 就入口即化耶 对很好吃 吃东西新鸭肉饭很厚 你那一锅这卤肉太厉害了 而且好吃 然后加那个蛋就真的吃起来 就有家常的那种幸福感 好好吃 这我可以带种吗 你们应该也吃不完 带种 可以啊 可以做生意 可以啊 老板都说可以了 这个卤我带回去 有没有加青菜的时候 炒青菜就弄一条 不是随便拌面吃也很好吃 不好意思我主持人 我要饿私利 这个我要饱 太正点了 太正点了 小菜吃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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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小菜猪肝也很香 有 我刚刚猪肝很好吃 不会太干太粉 然后这个 这个是大头菜是不是 对对对 那个是大头菜 高头菜 好下饭喔 然后我刚加了它的辣酱 是有点甜辣酱的那种 中南部就是都喜欢甜甜辣辣的 还有我这个胡椒 天啊 今天也太香 放下去就是另外一种味道 等一下我们可以试试看 胡椒一香 它菜不好很特别 有没有 这个有肉的吗 还是有甜味 也是 这个配饭太棒了 这个配一碗饭 对 一块就一碗饭 好酷 好酷 我们今天真的太幸福了 我们今天介绍了好多美食 而且其实北中南都介绍到 所以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你等一下看完 你立刻就可以去吃了 对 要不要把你的东西拿起来 然后把电视关掉 出去吃宵夜了 对 要记得 吃完还是要消化一下 再睡觉了 好不好 然后就大家都身体健康了 好 谢谢收莱 谢谢收莱 谢谢老板 来咯 来咯